大家好,我是顾云琼博士 今天是2022年5月9日 世界前首富比尔盖茨刚刚发言说 由于俄乌冲突和新冠大疗情的影响 利率可能会上升到足以导致全球经济放缓的程度 他认为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论点支持世界经济转熊 这让我很担心 包括美国、英国和印度之内的很多国家都已经开始提高利率 试图来一直通货膨胀 比尔盖茨认为这将最终导致经济放缓 我认为他说的话基本靠谱 但是普通人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还能怎么样呢 该来的躲不过 真正到了经济大衰退 各行各业都一样 一家两口都可能被裁 华人一般存款多 工作没了全家吃老本熬几年也没有问题 所以说还是要让一家老小身体养好 最要紧 尼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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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